所以可以再来一个双饼杂的 那一飞你跟她合作 你的感觉如何呢 就是还蛮大哥大的 蛮大哥大的 感觉上 怎么了 是因为她不讲话 不是不讲话 就是因为她很那个 很有很有那个气场 然后无论是演戏的时候 还是下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很 随着这社会的发展 做慈善已经成为了 一个成功人士标准的行为 在繁荣的娱乐圈 杀业圈 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就更多了 提到慈善事业还不得不提起 我们的见效狂魔古天乐 他可能最多的被大众认知为 黑马王子 娱乐圈的男神 但是他默默为贫困山区 建设了几百座小学 可以说古天乐为人非常低调 没有豪车豪宅 没有什么娱乐绯闻 他把自己拍戏赚来的钱 都用在了救济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上 截至目前 古天乐的第一百所小学 都已经见效完毕 即将投入使用 不过网友自然好奇 古天乐真的有那么多钱 捐出来做公益慈善吗 据其他为了赚钱 见更多的教学楼 不停地接电影 二十年来拍摄了将近百部电影 数量多了就无法顾忌质量 他也因此被称为烂片之王 有人统计 在古天乐拍摄的电影中 有一半是烂片 之前也有网友爆料 在智能手机高度普及的今天 古天乐依然坚持 使用多年前的华盖手机 和那些习惯于 用苹果手机的大明星比起来 坚持朴实太多 他俩然是把慈善完全当作 自己一辈子的事业 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在乎 而对于古天乐对慈善事业的风险 网友也是纷纷力挺他 有人调侃到 能黑古天乐的只有太阳 就是这样一味低调 朴实的前辈也赢得了不止网友 还有其他娱乐圈后辈的尊敬 教主黄晓明就是其中之一 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中 古天乐和黄晓明碰面了 作为后辈 黄晓明谦虚地弯腰向古天乐问好 并且像粉丝一样手中拿着准备好的笔和纸 想让古天乐给他签个名 也许是现场太过嘈杂 再加上语言交流的问题 古天乐一脸疑惑地看着教主 当得知教主想要他的签名后 还以为对方开玩笑 故推开对方 重复说 不啦 不啦 不过最后古天乐拗不过黄晓明 只能随意地 在直上龙飞凤舞的签下 这串薯片式的签名 自体着实有艺术感 结果签名的教主也是一脸惊讶 不知所措 估计他也没想到天王的笔记这么潇洒吧 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